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结婚有两年多了 喜欢你媳妇不 还可以吧 还可以是怎么个意思 当然喜欢了 不喜欢的话 肯定不会娶她了 那你就说你喜欢嘛 爱不爱 爱啊 今天可是媳妇想来这儿了 是吧 是 你媳妇来是对你有意见 是吧 是对我有意见 你知道她对你有啥意见不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不敢 对你有啥意见 就是我平时比较懒的那种 不帮她干家务活这种 懒不干家务活 是这个吗 是的 我听着好像不是嘛 我听着怎么什么 她爸爸让生孩子什么的嘛 看来你这事还不少是吧 对的 好那你一条一条地 跟我说好不好 第一条 我们结婚有两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 日子过得挺不错的 后来呢 后来我发现她家里面 不把我当家里面人 然后我们就产生了一些矛盾 我们天天吵架 今天呢 我就是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哎呀 您的性子真是慢慢揉揉的 你喜欢她这个性格是吧 行 她家里人不把你当家里人 有哪些表现啊 家务事也是我一个人在做 我炖了牛肉 她吃了一口 然后就给我扔了 你什么玩意儿嘛 我炖一碗牛肉吃啊 根本没法吃都没做好 没炖好 接着炖你扔了干嘛呀 嚼不动啊 再炖呢 她都做好了叫我吃了 说明她不会嘛 会不会炖牛肉啊 我没炖好 哎呀 这脾气是要割 就刚才那男性的脾气 都得成什么样了 没炖好啊 我问的是 你以前会不会炖牛肉 不会 所以那次是你第一次炖 是的 你很委屈 是这意思吧 是的 还有啥呀 一个牛肉啊 她休息的时候 也不愿意帮我 我传达被单洗过割后 晾起来特别沉 她看到了 也不过来搭把手 怎么回事啊你 为什么不帮着老婆晒床单啊 有时候想搭两把游戏 就是这样了 她叫我有时候也没听见 就是玩呗 是 态度特好 就是她不干家务 并没觉得像你说的 他们家人不把你当家里人呢 你怎么会觉得 这个就没把你当家里人呢 她父母给姐姐买了房子 我觉得特别的偏心 她父母给姐姐买了房子 没给你们买房子 是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结婚之前嘛 双方父母嘛 就商量一个除一半的钱 跟我们付个守护 后来我父母买了一套房子 是我父母的 不是姐姐他们的 只是姐姐他们经常回去住而已 没给姐姐买啊 你们俩的房子买没买啊 没买 为啥没买啊 我们多次提到买房子 他父母一分钱都不想出 不说好要给人出钱的吗 他不出啊 我也没办法呀 他现在买了房子 更没着了这个事 他爸妈就没钱了 再买房了是吧 对 那你们就自己笨呗 我们两个收入低 没法买啊 何况双方父母结婚以前 他们承诺这个事情的 这个没出息的 不是 现在岳父嘛 要求我爸妈买房子嘛 出得了吗 我老丈人他们出得了 我叫我爸妈他们不出啊 好 那就你们家都出了呗 反正 你都嫁给他了 行不行啊 不行 不行啊 哎呀我的天哪 行 没给买房子 所以觉得不是一家人是吧 嗯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是一家人呢 他父母一直都催我们要孩子 我也不同意生孩子 没有房子 我想在自己家里面生孩子 要方便一点 好 你什么意见啊 就是我父母嘛 现在年龄也大了 他们年龄大了 我们也年龄大了 父母都着急 我们也着急是吗 嗯 还有老跟我父母顶嘴 不是我问你什么意见 你想不想要孩子 我想要啊 你爸妈支持你要孩子吗 我爸妈不支持我们要孩子 为什么呀 就因为房子 因为我们收入也不稳定 哎呀 现在你们家就你工作是吧 是 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 不好找工作 是不好找工作吗 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做什么的呀 以前是做销售的这块的 他是销售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 卖保险之类的 保险销售特不好做吧 是的 你做了几年啊 你做了几年啊 两年啊 一份儿都没卖出去吧 卖出去了 两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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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猜的一年一份儿 他的节奏太慢了 想起了《风凰动物城》里那个 哎真真真 你就喜欢他这个可爱劲儿是吧 是吗 就慢慢悠悠这性子是吗 开始还喜欢 现在不行了 现在我心里特着急 有时候 你也着急 你要不着急就错了 着急就对了啊 那咱们接着说啊 孩子的事儿 房子的事儿 这个两家看来都有一些意见是吧 还有什么事儿 你觉得也不舒服呀 他经常对我发脾气 什么事儿对你发脾气呢 他是给他父母说要买房子的事情 他把电话一挂 然后就冲我发火 说我们没孩子就租一辈子的房子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呀 妻子老让丈夫跟丈夫的家人说房子的事儿 丈夫一说房子的事儿 丈夫的父母就说孩子的事儿 对吧 对对 说了孩子的事儿 丈夫就觉得有点晕菜 于是挂了电话就跟妻子说 没有孩子你就别想要房子 要想要房子就得先生孩子 是这意思吧 是对对对 你跟他发什么火呀 你自己就挣钱啊 父母起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老是顶嘴这样 他还会顶嘴呢 对呀 他就说你不买房子我就不生 也不去检查 还挺有主见的呀你 生孩子是给谁生啊 姑娘 给他生 那你要是这么想确实也没办法了 好 除了这还有别的事儿吗 还有就是 他当时要给他买保险 要付口本 他想麻烦他姐夫一趟 他姐夫工作上忙 没时间过来 他要对我发脾气 怎么了 你说 我们单位买保险 就是姐夫妈有车嘛 叫他送一下嘛 我妈就说别老板麻烦姐夫 然后我就说 宁愿自己走路回去拿 也不麻烦他们 你发脾气了是吧 是啊 你对谁发脾气了 对他 这就听明白了 就是在家里有点什么事儿 他都对老婆发脾气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是这意思 你姐和你姐夫 他们收入比较好吧 对 比你们高吧 对 你爸妈买了新房子之后 姐姐和姐夫常去看吧 对 这新房子是你爸和你妈买的 还是你姐夫和你姐出了点钱 帮你爸和你妈买的呀 我爸爸他们买的 他们买这房子的时候 怎么跟你说的呀 开始我也不知道 等于他们买房子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 对 这就奇了怪了 那这房子多大呀 六十多平米 老两口住 那他们过去的房子呢 过去的房子在村里面 现在在县城里面买了一套 等于过去是有祖宅的 是吧 有宅基地 现在在县城又买了套房子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 爸妈的态度改变姑娘 我们过上我们的日子就行 哦 明白了 你要修正了是吧 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 想让他振奋起来 不跟他的父母纠缠了 是 你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你想要孩子吗 想 你们俩要了孩子谁带呀 我老丈人他们可以带呀 你老丈人他们带 你家里除了你还有谁呀 我爸妈 没有其他的兄弟姊妹了 没有了 哎 那你就入罪得了 我也想啊 后来怎么没入呢 就是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 我打算把父口拿到他们家里 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 你爸妈为什么不愿意啊 父口在农村有 国家有补贴这些啊 哦 我听明白了 这根本就不是小两口的矛盾 这是两家老人的矛盾 折射在了小两口的身上了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你看看 这个家里是想结了婚了 反正我们就这一个闺女 家庭经济条件不错 来吧 小伙子 到我们这儿来吧 然后再生一个大胖孙子 一家四口 五口 其乐如如过日子 那家打的算盘呢 是我们娶回来的 你们得到我们家来 然后给我们生一个孙子 这样我们一家五口 其乐融融地过日子 是这意思吧 是 你们俩挺为难的吧 对对对 你们俩之间没什么矛盾吗 我听来听去 我只是有时候花点脾气而已 没有什么矛盾 对 你觉得他脾气大是吧 是的 他要不发脾气 还算个好男人吗 是个好男人 你们家现在谁做饭啊 现在是他做饭 你做饭啊 是 就好好做吧 好好入赘吧 户口本拿来了吗 哎呀 行吧 四位老师 你们有出个主意看 怎么把户口本给拿出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养美容APP 丘比特温卷啊 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相爱 而且可爱的一对啊 上来男生就说了 问他说你爱他吗 说我爱他 我觉得你是真的爱他 但是你会爱他吗 不太会 是吧 没事我教你 媳妇给你炖了牛肉 辛辛苦苦炖一下午 人家不会炖 就咬不动都应该生吞下去 懂吗 我有一次在家里做饱仔饭 结果做成了饱仔粥 我自己都咽不进去 我问我先生 我说好吃吗 好吃 懂吗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晒衣服 你就应该帮人家 一起晾被子晒衣服 每天其实都是他在做 你偶尔过来帮帮忙 这就是会爱 还有 你冲他发脾气 你怎么能冲他发脾气呢 他那么可爱 你怎么舍得冲他发脾气 对不对 错了没 他有时候怀音特别慢 主要是这个问题 这个叫生活的节奏和情趣 错了没 错了 改不改 改 这就对了 你刚才学会了 行 说女生这边 无非就是纠结房子和孩子的问题 房子这个事 现在大城市当中 百分之七十的年轻人 都是选择租房结婚的 因为我们首先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那么有能力和条件 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当然 他们家首先承诺我们 然后又没有兑现 是有错在先的 可是作为年轻人 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 去苛责父母 他们年纪大了 没有钱就是没有钱 拿不出就是拿不出 我们再怎么闹 再怎么发脾气 再怎么去要求 跟他讲说 你曾经答应我的事情 他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 过好自己的日子 然后努力地去奋斗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更重要的是 依然要孝敬二老 第二点 咱爸妈的首富 是不是已经到位了 咱能不能先买个小点的 也行 哎 问题解决了 先买个小点的 比如说我们副首富 跟他们家商量 他们能不能付按揭 这是第一条路 对不对 第二条路 买个小点的 如果你父母 因为你这一关 我觉得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老人有他们的想法 不行的话就做个公正 这个房子的首付款什么的 是你父母付的 将来是吧 也怎么样 这是第二点 房子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是的 好 有了房子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生孩子了 对吗 对 有了孩子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对 真是棒棒的 所以就一句话送给二位 努力买房子 加油生孩子 祝福你们 给他点赞 全解决了 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对 很厉害 来 其实我一直在笑 姑娘这边 她虽然着于表达 但她思路是很清晰的 那边那个呢 窝囊而无能 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能去决定 孩子该不该生呢 为什么非要等 爹妈拿出那几万块钱来买个房子 你们才能去决定 这个孩子能不能生呢 为什么你们自己作为那么独立的人 自己没有能力去决定自己孩子的将来 自己未来生活的将来呢 为什么你说 你为什么搞不定你爹妈 而不是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搞不定我们自己的将来呢 所以我觉得你终于看明白了 爹妈靠不住 对 爹妈靠不住 他爹妈喜欢他姐姐 毫无疑问这件事情 既然爹妈靠不住 我们就靠自己 为什么我说你窝囊而无能 到现在你在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还在想着 哎呀我爹妈怎么样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我爹妈怎么样 你的能力呢 你为什么就不能对他承诺 我们两个人是在多少时间之内 是可以买个房子租个房子 将来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 他要的无非是你这样的承诺嘛 而不是天天在纠结你爹妈我爹妈这件事情 对吗 你可不可以规划一下 不就解决这个所有的问题了吗 姑娘 你愿意等他将来有一天能够养得起你和孩子吗 我愿意等 咱们可以放弃 我们就不要 有骨气 不要他爹妈的钱吗 也可以 行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没有问题 只是我认为男人是应该多承担那么一点点的 女人应该多包容那么一点点 爹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孝顺的对象 而不是我非要跟你拿钱的一个经济的支柱 等到那一天的时候 我们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严老师 妻子虽然说话慢 但是在里儿 我们都希望下一代比上一代好 你爸妈希望你们过得好 对不对 你们也希望将来有了孩子 过得还比你们好 那怎么一代比一代更好呢 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就努力 自己独立 父母为什么要给你们施压 说你不生孩子就不给你房子 这边说我给你房子 你就得把孩子生到我们家 怎么会这么牵扯不清啊 你们俩没能力 你们俩不独立 所以父母替你们担心啊 我倒觉得哪怕你们现在租房子 咱有能力把这个日子过下去 生了孩子 哪怕我们就是租房子养孩子 也没什么不好啊 孩子会习得说 我们的家庭条件不好 父母在努力 我应该更加努力去独立 将来我买自己的大房子 如果照你现在思维模式 先生 沿袭下去 你的孩子也会说 那我的房子 给我爸我妈给我付钱的呗 一样长大以后 受你这种加班气 明白吗 我们先独立 才能有一个房子 才能有一个孩子 顺序是这样的啊 不是说有了房子 我们有了孩子 我们才独立 先独立 当然妻子说你的思路清晰 大家都说你清晰啊 不代表你就是正确的 为什么不上班啊 为什么不工作啊 你还没有孩子呢 就已经放弃了社会属性啊 一个年轻人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安排 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去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体验社会 即便将来你生了宝宝 你说我们家庭的安排是 需要一个全职妈妈 照顾孩子 没问题 那个时候 你通过在社会上的学习 和总结 你会更有方法 更有能力去抚养你的孩子 你现在什么能力都没有 你还真不是 有房子生孩子的问题 你先长大才能养孩子 愿意找份工作吗 愿意 你可以的 对不对 是的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来 陆老师 你在家里说话 不是这么蛮悠悠的吧 不是 说家家话挺快的 其实我觉得 其实你也甭去找工作了 他是厨子 你帮衬着做个夜宵摊子 搞个小吃店 对吧 盘个门面 然后挣点钱 买个房子 不行吗 就总而言之 其实这种小日子 没有那么恐怖 一个老板 一个老板娘 现在就处在这儿呢 为什么不靠自己呢 其实你跟他在一起 真的挺合适的 俩老实人 但你别欺负他 我也不知道 在家里谁欺负谁 我都不知道 就这样 祝你们幸福 我第一次 这么深刻地感觉到 这个语言体系的差异 给一个人的表达 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就是你还不如说 是四川的 重庆的 我重庆的 你不如说你重庆话 就我们凑合去听什么的 还比这样也好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 就是相对会比较 跟过去节目的调性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他们俩这问题 又反映出了一个 比较现实的问题 对吧 就是一个女生 家里条件相对 比男生的条件好一些 男生自己可能也是有点窝 但是手里面有一个技能 对吧 算是有技能的老公 对不对 可是在家里又不被人重视 对吧 脾气还很大 如果不听老婆的话 所以今天就算老婆带着呢 慢慢悠悠地来修理一下老公 修理一下脾气 不要再跟公公婆婆较劲了 较劲也没用 有些爱不是能争来的 有些宠不是能争来的 听明白了 你心里其实很清楚 你就好好地努力工作吧 我以后会顾及到你的感受 也会努力地赚钱 买一套我们属于自己的房子 希望你以后也理解我一下 我会理解你的 有时候我脾气肯定不倒好 但是你也要为我多想一下 毕竟工作中有时候也会受到 还是工作上的压力 谢谢两位 最后算听出来了 男生的表达是我以后会对你好的 少发脾气 也希望你能包容我 是这意思吧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开门 这女生是特别喜欢这男生 那眼里 还有广告呢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可爱吗 这两个小宝宝 可爱 好了 我们见证水局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都抱着就没别的了 停 来来来来 你们俩真行 你们俩 你们俩真行 你们俩 你们俩真行 你们俩 能再寻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之夜